現在要出發去冰島了 Woo! 耶! 不過很緊張 因為時間有點緊 都是林靜蕙 他就說來得及 結果 我就會變得有一點 有一點趕 因為你也知道我的腿太長了 這個 對 這個 這樣子的速度 對我來說的話 是有點負擔的 不好意思我腿差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冒險 因為林靜蕙已經發表完了 Woo! Let's go! 劇場 我們現在上班就是睡覺 這邊 就 上飛機睡覺 下飛機尿尿 是這樣子 結束 謝謝大家 辛萬苦的來到了Island 然後我們是租車 來這趟旅程 把聲音開小一點 欸不是這不是 是這個這個 好 這樣子應該會比較聽得到我的聲音 然後因為我們一路上 就是我們想說來這裡 我們只是 我們是租車所以我們沒有旅館 所以我們就很擔心我們的手機啊 我們的iPad啊 會 在這六天當中沒有電 結果我們沒有想到車上就有USB可以充電 特寫 特寫 而且我發現冰島租車好好喔 它是 我們使用完之後再付錢 就是我們不是先付 我們也不是說在 比方說我在英國訂的booking 就在英國先刷卡 不是我們到這裡 然後我們把車子還了之後再付錢 不過就是 取車的時候要小心 就是check一下 就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其他的地方有損傷什麼的 然後 服務人員超好 而且它還蠻正的 而且我還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在領ATM領錢的時候 我在輸入了密碼 然後我那時候在英國輸入都是 全部都是English 這品竟然有簡體中文 而且其實我一下飛機的時候很多中國人 所以這裡還蠻多中國人來這邊 可能來這邊玩啊 度假什麼之類的 所以基本上還蠻OK的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我們的MAP打開 我們來看我們要去先去哪一個地圖 Let's go 我們是在研究 我們其實早一個早上已經迷入迷超慘的 後來受不了了 就花了兩千多 買了一張地圖 來好好研究 之後的路怎麼走 超商買了一個這個當地的一個 食物叫什麼Nature Panda Nature Do you know 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 來吃 然後我們現在就打開來吃它 剛剛已經有人有吃過了啦 然後我現在要來嘗試 聞起來感覺有點像黑糖 很奇妙 然後它一直在我的鼻腔裡面串 我現在感覺不是很舒服 就是我每呼吸一口空氣 就有那個味道 不過你下次來冰島可以嘗試看看 我是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看看 說不定你會喜愛 但是我 I don't like it 林靜偉的表情 是不是很難吃 你還說你還可以接受 還可接受 我都花錢買了 好 好我們現在就來找我們要去的地方吧 那我剛看它的地圖介紹 我覺得每個地方都蠻漂亮的 好 我們現在就自己討論一下囉 我現在就是超想直播 可是因為 目前本人在冰島完全沒有網路 可是看到這個景色 你就會覺得說 雖然冰島很貴 可是還是很值得 然後我們現在 就要沿著這條山路走上去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時間還很早 我們看到這裡 我原本預計想說 看到這裡應該要很久 就大概 可能也要花掉我們半天的時間 結果沒想到 其實好像還蠻快就到 可是我們這沿途上呢 就要非常小心 你看就是 沿途上都有 塞 馬 我們不想要踩到塞 然後回到車上 全部都是我們的馬糞 的味道 所以我們要 小心的看路 大家要小心的看路 來到這裡的話 千萬也不要斥腳走路喔 你斥腳走路的話 可能 你所踩到的泥土 都是馬糞 好 我們現在就是往上去 走上去看喔 照應清楚嗎 我說 這邊 的地露還有聲音 我應該要走過來看一下 太可怕了 這個一定超過100度以上 我們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這個 這個地露應該也有瓦石 說不定點點 我們點蓝 沒有 這這麼亂講的 這麼亂講的 可是這非常的燙 真的不能開玩笑 哇 我們現在到另外一個景點 我們現在到另外一個景點 然後這個景點其實我也會念 就是給捨嗎 我也不知道 我們不是來上點大巴士 就是爬上來之後 你知道 後面的景色 真的非常的壯麗 好 我們來從我們的攝影師 tap 下 是不是很漂亮 而且你看那邊啊 那些岩石 感覺很像是魔戒 或者是哈比人 所住在的 洞穴 那種 你看上面還有一些草 就是一些紙坯 然後我剛剛因為為了拍照 其實有踩到那個紙坯 其實蠻軟的 所以很危險 所以大家不要做危險示範 危險動作 可是危險示範是我 對 大家不要做這麼危險的動作 出門在外還是小心一點 我又很小心 我就是確認 每一個都可以踩 我才躺下去 哇 真的好漂亮 我們就是最後一個ending 就是大巴士 芳芳來說一下有什麼人生的頓悟了 就是一種喜提升星的感覺 我覺得我重生了 就在此時此刻 不一樣的方法 不一樣的方法 成心 renew 現在已經晚上十點多了 快十點 然後因為 十點 十點了 因為我們 在冰島 所以它還是 天還是亮 它到十二點才會天黑 可是在三點就天亮了 然後我們昨天幾乎都不睡 其實今天蠻累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睡覺 可是我們很克難 其實我們 這裡就是我們的 床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旅行 五天 就是要這樣睡覺